What the hell? 醒了嗎? 艾雷斯老師 你已經睡了三天三夜了 應該不會覺得不舒服了吧 我已經睡了三天三夜 也許是換血素耗損你帶太多的體力 所以為了修醒你的身體才自然 才自然休眠三天吧 都不用上廁所嗎? 可是衛冕也睡太久了 又不是低血壓的弱冰少女 又不是低血壓的弱冰的美少女 對了,亞修他們呢 似乎送你回來這裡的少年吧 欸?怎麼?聽念說他們已經回去了 也許有什麼急事吧 什麼?他們在我睡著的時候已經回去了 有必要這麼吃驚嗎? 不是聽說他們是延安反叛軍的成員嗎? 瞞著出任務也是應該的吧 可是...可是他們怎麼可以不告而別 還趁我睡著的時候 亞修這個笨蛋 怎麼...怎麼有人這樣對女孩子的 插緊插緊插緊 太插緊了 咦? 哪有病人...病一好就亂發脾氣 萬一生子又怎麼了該如何是好 聖靈都市的血干開始融化不久 再加上春天快來了 所以市裡頭可是熱鬧得不得了 已經一年多沒有回來這了等你 要不要到街上走走散散心啊? 很不錯唷 在雪地裡頭也許可以讓心情平靜平靜 算了到處逛逛散散心吧 欸!看不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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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詭異喔 OK!存在這邊 剩我一個人 酷酷喔 好!那我就走這邊 等一下!我走外面是... 等一下我先走...欸!這邊是幹嘛的? 欸!我住旅館 欸!我住旅館 嗯? 我怎麼會住這裡耶 不是住自己家嗎?為什麼我住旅館 OK!我來看一下這邊...名家 這邊是幹嘛的 你知道嗎?為...要成為十大聖壇的修行...修行生日 必須去外面修行才行 我可以...我可以參觀你家嗎? 來...我參觀你家你家 好...我知道...我知道...不要... 等一下!我一直點到NPC 啊!算了...我...好...我不點了...我不點了... 這邊是什麼?道具店...欸! 好耶! 這邊是幹嘛的? 哇賽!這道具店...大家有沒有看到? 哇賽!好猛喔! 感覺就非常的道具 欸!喔!對了! 欸!這邊是什麼?煉金...煉金的 煉金束縛...聖靈彈是幹嘛的? 欸!聖靈彈...OK 欸... 防具...幻想之凱... OK...那煉金改天再用好了 不過我要先來...買個東西...喔! 旗艦店欸! 血紅之刃...欸!亞修買過! 欸!雷霆彈!這什麼... 雷霆彈...傷害就有差...欸! 傷害沒有聖靈彈那麼高欸! 欸! 逆血刃... 血紅刃...逆血刃這什麼? 嗯? 風華之刃逆血刃... 欸!等一下!我看一下這個... 他的逆血刃的裝備是怎樣...我看一下喔! 欸!血紅之刃... 欸!在哪裡?我看一下... 逆血刃...欸! 這個是給亞修的嗎?還是那個... 看一下... 泰坦全套...喔!還有雷神之斧是怎樣... 雷神之斧跟煉鋼斧... 欸...還是這逆血刃我再買...給他買一下好了...逆血刃... 嗯...他是給亞修穿的吧...還是... OK!讓我買一下好了...券... 好!買一個逆血刃... OK!防具的話... 聖靈之袍... 欸!哇賽!霸者之鎧喔! 哇!聖靈之袍... 唉唷欸! 看一下聖靈之袍買個兩件好了... 欸...買個兩件... 買個兩件是嗎? OK!買個兩件...然後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 霸者之鎧...霸者之鎧的話我想一下喔... 欸...買個一件好了... 哇!我錢快沒了欸! 好!賣!我有什麼東西可以賣的我看一下... 武器的話普通刃這些都可以拿來賣掉... 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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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就不要賣了... 強化刃給他賣掉! 然後這個什麼... 乾手禮劍給他賣掉! 然後什麼練光斧給他賣掉! 賣掉! OK!就剩這些... 防具有什麼欸! 霸者之鎧... 然後聖靈之袍... 這些都要留著... 啊這個... 這個什麼魔法師之袍... 賣掉! 然後這個什麼...賣掉! 好! 買! 我看一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買的! 欸... 應該差不多是... 就這樣而已吧! 霸者之鎧買了! OK! 欸! 我看一下道具... 欸!道具我的武器是怎樣欸! 啊!這個是那個喔! 啊!這個是逆血... 這個逆血人是全刃啊! 我買錯了! 欸! 那技巧... 欸!道具的話欸! 欸! 神劍星... 我的... 好像... 買錯裝備了! 算來... 先這樣好了! 那個...那個... 欸!那逆血人是給... 給那個啦! 給卡琳用的! 那沒差了! 對啊!買了就買了! 欸!這邊走一走! 欸!這邊是幹嘛的! 名家三合! 我不要亂走啊! 欸! 欸! 哇塞!這邊... 感覺也滿漂亮的欸! 欸! 啊!這邊也是一些名家有的沒的! OK! 欸! 欸!那我就走這邊喔! 走這邊!走這邊! 欸! 聖明都市中庭! 要走哪裡欸! 欸!我應該走這邊吧! 好!走這邊!大聖壇! 大聖壇! 大聖壇! 哇塞!這... 走這邊! 再來要找誰! 欸! 這裡嗎? 抵抖魚抵抖魚! 嗯? 喔!好陡好陡喔! 欸!應該是這邊! 欸!大聖壇在這裡! 好!走吧! 進去! 欸! 然後我進去應該會看到溫定老師! 欸!沒有嗎? 喔! 所以我要上去喔! 欸!等一下!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裡! 欸!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已經站在這邊了! 我還沒掉下去喔! 哇塞! 要哪裡欸!我看一下! 哇塞!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邊好漂亮喔! 哇! 欸!我在空中飛嗎? 我現在在空中飛就對了! 哇塞! 哇!這...這...這做實在太猛了! 喔!溫定一島是在上面吧! 欸! 欸! 為什麼! 欸!啊!我不是走...應該走這邊吧! 欸! 欸!啊!不能上去嗎! 欸! 奇怪!這邊不能上去嗎! 欸!我要怎麼! 欸! Bug! 這Bug啊! 欸!啊!我... 欸!我要怎麼! 欸!怎麼啦! 到底怎麼! 好吧! 見鬼了! 我能上去嗎! 對啊!我要去找溫定一號! 是啊!為什麼! 欸!我不能走...我不能過去嗎! 那進來這邊! 咦! 我卡關了嗎! 好奇怪喔! 看來不是要來教壇這邊喔! 欸!好吧! 先出去吧! 欸! 應該是走...欸!是走下面嗎! 城門! 欸!是這裡嗎! 哇塞!這裡是哪裡啊! 哇!這是墓碑吧! 哇!好猛喔! 啊!這邊是哪裡! 城門! 啊!這裡又是哪裡! 啊!不能再走出去! 再走出去就... 就...就... 大概會迷路喔! 你在這邊就不能走了! 欸!不過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 哇塞! 欸!如果...如果這個可以再做個... 畫面可以再精緻一點的話 這會很漂亮! 不過這個老遊戲可能就沒辦法了! 欸!那我應該是走旁邊嗎! 走這邊! 住宅區! 欸!喔! 喔!這邊才有劇情喔! 喔!捷落! 捷落大哥! 真是稀奇!竟然不再叫我大叔了! 不...不這麼叫反倒覺得有點寂寞嗎? 點點點! 捷落大哥也是來做善心的嗎? 善心? 也許吧! 因為知道了一些事所以心情不是很好! Lif也是心情不太愉快! 捷落大哥覺得亞修這個人怎樣? 亞修? 就是他的裝酷又小氣很難的! 你不就...你不就說出了他的缺點嗎? 欸!是嗎? 總覺得我好像不是很了解他 其實Lif這雙眼很會看人的唷! 就算不使用你實力的力量 可是為什麼亞修會不告而別啊? 不告而別? 當我醒來後亞修他變回延安了 就算有什麼重要的任務也至少留到我醒來...醒了後 雖然我知道這麼想有點自私 因為亞修有亞修的生活 我不該這麼一廂情願 可是...我就是這麼任性啊! 欸...這麼任性其實也不錯 反正也沒什麼...也沒什麼害處 也許亞修他...不是自願想離開的吧? 還是你們聖靈教派和旅團的事 已經不是綠枝旅團的我... 沒...沒...這個義務干...干涉? 喔齁...到底是怎麼回事? 在我睡著的時候發生什麼...發生什麼了嗎? 點點點... 檢若大哥! 有些事...連我都不曉得...到底是對還是錯 自己...自己去查吧 擁有神力力量的你 不可能查不出來吧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大聖坦...到大聖坦有一起知道些什麼 欸...我剛剛不是去了嗎? What the hell? 欸...我記得檢...欸...檢若不見了 見鬼了 欸...啊...這邊順便灌一下好了 這邊有什麼? 哇塞...大家有沒有看到這裡? 啊...我這邊還有怪嗎?為什麼這邊顯示30%啊? 這邊有怪的意思嗎? 哇塞...這邊... 啊...這是什麼店?名家? 又是名家? 哇塞... 這個城市好像也不是很...欸? 好像不是說很大欸 其實檢若他...其實檢若他知道 只是他可能...不好意思...就是... 不方便說了 以他的立場來講的話不方便說 其實他大概也知道就是說...呃... 就是... 亞修已經得罪了一個王國了 就是他們炎狼在打倒那個木雅之後 就已經得罪了一個王國 然後那個王國可能會對這個...就是... 對這個聖靈都市 這個都市造成威脅 所以其實算是中間有很多的... 無奈啊 啊... 歷福 亞修他們並沒有回到嚴感 他們到底怎麼了? 艾雷斯老師 我所被告知的情況就是如此啊 為什麼說亞修他們... 騙了你們一定有什麼事情瞞著我 瞞還打錯 瞞還打錯有沒有搞錯啊 有什麼事情瞞著我 這個瞞是野蠻的瞞欸 一定有什麼事 欸...這是燕 與溫定妮導師 為什麼...為什麼 欸...為什麼劇情跳那麼快 歷福 為什麼要攻擊亞修 亞修他是... 他是歷福的救命恩人 甚至...甚至還打倒了... 打倒過精靈巨獸 拯救整個水蘭啊 溫定妮導師 你使用了實力之眼 不要將話題轉移 為什麼要攻擊亞修 而他們現在人又在哪 冷靜點 這是你對聖... 那...聖靈導師的態度嗎 利弗海爾捏特 欸...拜託你這叛徒 燕 你來得正好 為什麼要傷害亞修 就...就因為他是延安反叛軍的一員 而汪國軍正通緝著他們 什麼理由 因為王國軍 不要用這麼牽強的理由來彈賽問題 利弗 溫定妮導...溫定妮導師 你們當時在傑洛村 的... 倒吊者之塔所擊倒的對象 名幻穆雅 他正是現任倫王國宮廷大魔導士 你們傷害了... 光如主教的他 主教 他當然會以王國軍的名義來 追討代價 我們旅團... 我們的...我們的旅團 他可以不計較 可是有著延安反叛軍 這麼特殊身份的亞修一行人 穆雅絕不放過 什麼穆雅是...倫王國的... 不對... 攻擊他有什麼過... 攻擊他有什麼過錯 如果他不傷害捷歐村...捷歐的村民 我們怎麼可能突襲他的倒吊者之塔 為了捷歐村的人們 你們的做法並沒有錯 以旅團而言 你們確實盡道而易烏 但對我們整個聖靈教派的... 聖靈教派的... 聖靈教派與聖靈都市約魯來說 這種襲擊王國要人的做法可說... 可說真的危害了絕大多數人們的安危啊 我何嘗不知對與錯 但若是要我選擇 我應可選擇保護更多的人 所以我們逮捕了亞修 並親自托人將他送往王都伊甸 以表明我們不變的立場 如果這麼...如果貪圖他們 而或是...他們偷偷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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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逃盾 將有可能再次引發戰爭而危害到這村住民 下了這種決定我也很痛苦啊 可是我們不就是深戰正義與公里的旅團嗎? 錯的人是穆雅,不管到什麼地方公里與正義是永遠不會改變的不是嗎? 就算為了整個聖靈都市,但是就這麼犧牲亞修與卡林 導師要怎麼對知道真相的人交代,更何況亞修還是曾多次幫過我們的人 溫定寅導師 我身為聖靈教派的領導者,這些決定就算再怎麼痛苦,你都還是得面對 因為我的肩上背負著數十萬人的福祉 與其生命的價值無法以數量來計算 但比起一整個教會教團,你應該選擇怎樣的犧牲呢? 有一天,身為實力繼承人的你也將踏上我的位置 這是你一定得學習的一刻 因為一切的一切都沒有你所想像的那麼簡單 所以說,當時無論捷偶村的人們怎麼祈求怎麼奔跑 總請不到旅團的幫忙嗎? 我到今天才知道,在大義的前提之下,所有的對與錯都不再重要 就連捷偶的人們想活著這件事都是錯的嗎? 旅團的信念第一條 旅團的信念第一條 旅團的信念第三條 解除人們的繁擾與苦痛 旅團的信念第四條 我發揚最基本的信念 最基本的信念 老師,也很痛苦呢? 因為要背負這麼多人的單職一定很痛苦 又很累吧? 利福 利福的想法的確是太單純太簡單 可是利福認為所有在怎麼複雜的事 都只有一個簡單的定理 不管想得再深入,做得再複雜人變 最後真正的答案不會改變就是不會改變 對不起,請導師原諒利福先之前的無禮 因為利福也也許太在乎亞修 好感動 也許太在乎亞修也說不定 但是 但是利福認為 如果是一個任意 任意妄為 任意妄為的旅團 就一定能改變些什麼 能幫導師做些什麼吧? 點點點 我要申請 誒?我要申請聖堂試練 我要成立新的旅團 我要以自己的方法實現最根本的信念 要是無法做的事 就由任性要一個一廂情願的利福來代勞吧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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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